放学时间一到 小朋友开心地走出校门 并在家长的接送下返回家中 但已有不少孩童得自己走路回家 而南侃文化协会为了保障 孩童在上下学途中的安全 因此也特别推动安心宝贝路计划 我们就希望透过这些安心宝贝路 当小朋友在放学跟上学途中的一个中继站 就是说有可能在放学途中遇到 陌生人搭讪或者是被跟踪 甚至有可能是身体不舒服 有些状况 他就可以到我们这些安心宝贝路 有贴有标志的店家到里头 寻求一个短暂的庇护 甚至请人家叔叔阿姨帮个忙 帮我打电话回家 或是让我可以在这边 做短暂的休息 做这样的一个功能性 我们有透过学校校长老师师长 这边帮我们推广 甚至我们在暑假也有办了一个桌游 很多就是透过扑克百桌游的游戏 让他们在玩的过程中认识一些店家 更植入他们对店家的印象这样子 热心志工在店家门口 贴上黄色安心店家标章 南侃文化协会推动的安心宝贝路 不仅串联南侃国小周边的52个店家 同时还跟卢族分局合作 对此卢族分局长也特别上直播宣传 要跟店家一同维护孩子们上下课的安全 南侃文化协会这次所推动的 安心宝贝路照样活动 主要是结合学童上下学 路线上的有项店家 政府机关等 共同保护学童的安全 本分局也将针对以上的路线 太原执行 巡逻及手腕安全维护其物 确保学童上下学的安全 这次南侃文化协会 除了张贴黄色安心店家标章 同时还制作52张扑克牌 并借由卡牌游戏介绍52个 安心店家及卢族分局 不仅要加深学童对店家的认识 同时学生如果在上下学途中 有任何不舒服及遭遇陌生人搭讪 也请立刻前往安心店家 借此寻求保护 记者网络军团报道